ok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三年级 体育与健康教育这个单元3 那么单元3就讲到这一个 球类 运动种类多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如何打这个乒乓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是乒乓球那么是乒乓球有很多种 就是他都是以星级来分辨 那么这个是三星 那么通常一粒星没有那么好 那么你可以选三三星 或者是以上 所以呢这个是乒乓球 那么大概是如果你看到这边有写这个40 我再看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40代表40mm的意思 就是毫米的意思 那么接下去我们有这个乒乓拍 那么这个乒乓拍是属于这一个 我们讲直排哦 那么还有直排跟横排 那么这个是比较旧的 这个乒乓的这个直排哦 那么这里是打烂了哦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他 如果抓直排的人 有些是有双面哦 那么这个只是单面的这个 我们讲橡胶皮一样哦 那么这个背面是把来的 所以看到这个呢 OK其实打乒乓的时候有初学者呢 那么今天老师就没有暂时没有展示这个乒乓台哦 那么你可以再 如果你有一个简单的乒乓拍 你就可以在家里练哦 那么首先呢通常你可以先 把这个球放在中间这边哦 那么你就可以去平衡它哦 那么大概可能 看一下你可以不可以持续一个 比如说一分钟样哦 OK那么你好了的话 你可能可以 啊摇一摇试看哦 那么如果你不会跌的话 通常就是说你的球就比较稳了一点哦 所以这个是 啊这样玩哦 那么等你比较会了这个呢 那么你可以就 啊这样子打哦 那么这个你可以控制在原地 就没有去动了 据说你的脚没有动了 只是这个手 可能你会要去控制这个球 那么你可能会移动一点哦 那么你打这个 啊球的时候也不要不用打太高哦 那么可能你刚刚出现 你可以这样子玩哦 那么如果你啊这个学会了 可能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算大概 啊20次这样哦 那么你可能比较啊 比较会了一点呢 那么你就可以打这个再反过来哦 那么好像这样哦 那么这个也是很考虑的这个反应哦 那么可能你出出不习惯 你就可以这边可能你算三下 123 那么OK123 OK这样子玩下去哦 那么可能三次对来讲比较难 那么可能你可以放五次哦 这样哦 那么下去呢你就可以跟啊 也是可以跟墙壁打哦 那么墙壁 其实越靠近墙壁的话呢 其实这个难度越高哦 OK比如说是这个哦 因为远比较容易控制哦 其实越靠近的就越难控制哦 那么可能你出出学的时候 你就可能比较远一点会比较好哦 那么这个是你可能可以算 10次这样啊 那么你目标每次在练习的时候 那么可以算10次哦 OK那么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玩法 那么你啊 其实每一个球类都是要多练习哦 那么你才会掌握 那么今天老师讲的这个词 是讲的很简单 那么可能你自己要去买个牌来玩哦 那么可以练你这个反应性哦 OK那么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好 感谢观看